大家好,我是岳飞,又來到快平的時間 今天為大家介紹俄羅斯5月9日勝利日閱兵儀式上普京的講話 這篇講話只有二千多字,篇封不長,讀一次原文不難 我發現在之前,普京在2月份很重要的兩篇講話 即2月21日和24日那兩次,可能篇幅比較長,看過的人不太多 但大家讀不少相關的過度簡化評論 不是不行,但養份不足夠,而且部分簡化如果觸不準的重點 有時比沒讀過、沒聽過更差,因為簡介內容根本不準確或不中的 不是重心 而那兩次講話是不是要補講呢?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因為現在有戰況和後果可以對照 日後真的可以在階段性的結果出來之後 再介紹那兩次講話 今次先講普京最新人的5月9日勝利日閱兵那篇講話 我拿來做評論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我發現被描述為5月9日普京講的話 我一查原文根本不是勝利日講話的內容 例如以下這幾句 蘇聯人民李衡了就是一神聖的誓言 捍衛了自己的祖國 使歐洲國家擺脫了法西斯 對納水主義做出歷史性判斷 聽聽朋友,因為提及到 歐洲納水這些字眼,我特別留意 誰知一查,試知根本不是勝利日閱兵發言的內文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和什麼場合說的 為什麼我一看歐洲納水這些字眼就很留意呢? 是因為普京在勝利日的閱兵講話 針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歐美部分國家試圖將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犧牲 尤其是歐洲戰場上的付出抹走一不歐少 因為他們要將蘇聯解體後的繼承者俄羅斯妖魔化 製造壽俄情緒 普京5月9日的講話 重提俄羅斯人的付出 直至歐洲國家扭曲歷史 聽聽朋友,又是的 二戰的時候大家並肩對抗納水 但今天的歐洲多國 就縱容烏克蘭在烏冬搞新納水 道理說不過去的 所以我特別留意 有歐洲和納水這些字眼的句子 而被人廣泛引用 但不是勝利日閱兵講話內容的句子 很多的 所以令我確定要介紹一次普京講話的原文 第二個要介紹一下的原因 是翻譯的版本原來很多都不太全神 和不準確 我最初用的是內地某個大網台的翻譯 以為比較可靠 誰知道後來對比之下 才知道它有很多地方只是異譯 即不是跟著原文 聽聽朋友 今集節目採用的是俄羅斯官媒 R.O.T. 今日俄羅斯視頻中的中文字幕 我一句句抄下來 因為它沒有文字版的竹本全文 異譯或者譯得不準確的地方 我舉兩個例子 例如將原文被動的民意 拒絕了侵略 即指拒絕北約侵略 譯為主動多了一些的反攻 也將羞辱了整個世界這句的羞辱 亦做貶低 總之R.T的版本我覺得更準確 語氣和文氣更順和緊湊 俄羅斯因為被美國互聯網封殺 R.T. 今日俄羅斯 配了中文字幕的視頻 只能在微博帳號找到 我會付個連結給大家 以下我讀出來的傳聞 是我從視頻剛才講過 逐句抄下來的版本 不過不知為什麼 我可以找到的視頻 都在蒙埃一分鐘後就沒有了 斷了 幸好在蒙埃一分鐘後 是修結前的幾個小段 說的是感謝和打氣的說話 我就找了另一個版本補償 以下就用八、九分鐘和大家讀一次傳聞 為準確 我不轉做口語化 我照讀今日俄羅斯官方獨家中文字幕的傳聞 開始 親愛的俄羅斯公民 親愛的老兵們 親愛的士兵和水兵們 忠士和準衛 海軍準衛和士衛同志 同志們、士兵們、海軍上將們 祝你們偉大的勝利日快樂 當國家存亡之時 保衛祖國是神聖的 我們懷著真正的愛國主義情懷 從米寧和波紮爾斯基的民兵 為祖國解放而奮起 到反擊拿破崙的薄羅貴洛之戰 再到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 基府和明斯克 斯大林格勒和富爾斯克 塞瓦斯托波爾和哈爾科夫附近 與敵人作戰 以及現在 這些天內 他們正在為我們頓巴斯人民而戰 你們是為了我們祖國安全 為了俄羅斯的安全 1945年5月9日 將永遠明刻在世界歷史上 這是我們團結的蘇聯人民的勝利 是他們團結和精神力量的勝利 是前線與後防無與倫比的英勇公分 勝利日對我們每個人來說 都是如此親近而珍貴 俄羅斯沒有一個家庭 不被偉大的為國戰爭所摧殘 為國戰爭的記憶永不退色 這一天 在無數的不老軍團遊行中 那是為國戰爭英雄的孩子、孫子和曾孫們的遊行 他們帶著他們的親戚 那些永遠年輕的陣亡士兵 和已經離開我們的退伍軍人照片上街免懷 我們為那一代不威不撈 英勇的勝利者感到自豪 我們是他們的繼承人 我們有責任 免懷那些粉碎了納粹主義的人 這些英雄讓我們時刻保持警惕 揭盡全力避免全球戰爭的恐怖 讓恐怖不會再發生 因此 儘管國際關係中存在種種分歧 俄羅斯始終主張建立一個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體系 這一體系對整個國際社會至關重要 去年12月我們提議批結安全保障協議 俄羅斯呼籲西方進行坦誠對話 尋求合理妥協的解決方案,兼顧彼此利益 然而這一切是徒勞,北約國家不想聽到我們的聲音 這意味著他們實際上有著完全不同的計劃 這哥我們看得了 光天化日之下,他們正在對頓巴斯進行另一次遺剿行動 為了入侵我們歷史上的土地,包括克里米亞 在基府,他們宣布可能獲得核武器 北約集團已開始對我們比倫的領土進行軍事擴張 因此,一種對我們來說絕對不能接受的威脅 被有計劃地製造了出來 而且,這次是直接在我們的邊界上 一切都表明,我們與美國及其小伙伴 所下賭注的新納粹分子與民族主義者的衝突 將不可避免 我再說一遍,我們已經看到了北約軍事基礎設施的擴張 以及數百名外國顧問在烏克蘭如何開始工作 北約國家定期向他們交付最先進的武器 這樣危險每天都在增加 俄羅斯先發制人們拒絕了侵略 這是一個被迫的及時的唯一而正確的決定 是一個擁有主權、強大、獨立的國家的決定 美國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 開始大談其唯一性 這不僅羞辱了整個世界 也羞辱了它的附庸國 這些小國不得不假裝什麼都沒注意到 最終只能引起吞聲地受欺、欺負的欺 但我們是一個不同的國家 俄羅斯有著不同的性格 我們永遠不會放棄對祖國的意外 不會放棄信仰和傳統價值觀的意外 不會放棄對我們祖先的習俗 不會放棄對我們所有民族和文化的尊重 而在西方,這些具有千年歷史的價值觀顯然已經被腐蝕 它們的道德不斷墮落 並成為了奮世窒族地 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溫藏 它們煽動恐嚇情緒 卻讚揚叛徒 嘲笑受害者的記憶 沒去了那些飽經痛苦 才贏得了戰爭的勝利者的勇氣 我們知道那些想來莫斯科參加閱兵式的美國隊伍軍人 實際上被禁止前來 但我想讓它們知道 我們為你們的成績驕傲 和它們對共同勝利的貢獻而感到自豪 我們向所有盟軍的士兵致敬 包括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那些抵抗運動的參與者 勇敢的中國士兵和游擊隊員 向所有擊敗納水主義和軍國主義的人致敬 親愛的同志們 今天頓巴斯民兵和俄羅斯軍隊的戰士 一起在它們的土地上作戰 斯維亞托斯拉夫和弗拉基米爾莫勒馬克的戰鬥人員 魯面采夫和波張金 蘇玉洛夫和布魯西洛夫的士兵與敵人作戰 它們在偉大為國戰爭的代表人物 尼古拉雅圖廷、西多爾科夫帕克、 紐德米拉、帕夫利琴科 戰鬥過的地方奮戰至死 我現在向我們的武裝部隊和頓巴斯民兵發表說話 你們為祖國而戰、為祖國的未來而戰 所以沒有人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 只為了讓世界上沒有繪子手、沒有懲罰者、獲納水分子 今天我們向所有被偉大的為國戰爭奪去生命的人致敬 向他們的兒子、女兒、父親、母親、祖父、丈夫、妻子、兄弟、姊妹 向他們的親戚和朋友致敬 我們向那些、奧德薩的烈士鞠躬 他們在2014年5月在烏克蘭工會之家被活活燒死 我們還要免懷頓巴斯的老人、婦女和兒童 以及那些死於被無情砲擊、被新納水分子襲擊致死的平民 我們向我們的戰友免懷鞠躬 他們是在一場正義的、為了俄羅斯而戰鬥的勇敢的犧牲者 我宣佈蒙哀一分鐘 每一個士兵和軍官的死亡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悲傷 對我們的家人和親人來說都是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 國家、地區、企業和社會組織將盡一切努力 為這些家庭提供關懷和幫助 我們將向陣亡和受傷戰友的子女特別支持 關於這一內容的總統令今天簽署 祝受傷官兵早日康復 感謝軍隊醫院的醫生、護士、醫護人員的無私奉獻 你們為每一個生命而戰 常常身處炮火、奮不顧身、衝在前線 向你們致敬 親愛的同志們 現在在紅牆上 我們遼闊祖國各地區的士兵和軍官們 堅並堅地站在這裏 其中環有哪些直接從頓巴斯 從戰區趕來的戰士們 我們記得俄羅斯的敵人 曾企圖利用國際恐怖團伙來對付我們 企圖製造民族和宗教仇恨 企圖從內部來削弱我們 分裂我們 但他們沒有成功 今天我們來自不同民族的戰士並肩作戰 像兄弟一樣在槍林彈雨中互相掩護 這就是俄羅斯的力量 是統一的多民族人民偉大且堅不可趨的力量 今天你們正在捍衛那些父輩、祖輩和曾祖輩們曾奮戰的目標 對他們而言,生命的最高意義始終是祖國的福祉和安全 對他們的繼承者也就是我們而言 忠於祖國是核心價值觀 也是俄羅斯獨立的堅實之處 那些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粉碎納粹主義的戰士們 向我們樹立了永垂不老的英雄榜樣 這時勝利就是這一代,我們將永遠向他們看齊 光榮屬於我們英勇的武裝部隊 為了俄羅斯、為了勝利、護賴 好了,讀完 聽了朋友,聽了一次原文,感覺是否很不同? 在結束前做幾句總結 我們跟隨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各份簡單唱好、各份簡單唱衰都沒什麼意思 因為戰爭仍然在發展中 對俄烏這一戰,要放在歷史脈絡 世界局勢的角度去理解 這樣才會明白當中的意義 而且是追求知識上的意義 追求知多些 當前這段歷史可能要好幾年後才反映它的意義 所以不用急於有定論 多讀、多累積認知更實在 如果只是搞小粉紅色的唱好 和煽情這樣圈下粉,沒什麼意思 總括而言,如果沒有北約東闊 沒有美式的軍國主義 就不會有這場仗 這一戰其實很複雜 中國未來也一定會被牽扯進去 就是看是什麼程度 所以值得很具體地跟進一下它的發展 例如具體認識一些原材料和細節 譬如知道一下俄羅斯的理據 不只是拿一種感覺和表態 好了,今天講長了,先講到這裡 我很需要你們的支持,請你們轉傳 你們的支持對我很重要 我是余飛,星期一的時事觀察見 多謝你們,拜拜!